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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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听说了吗 圣兰学院提供的基础工法全部换成了高级工法 啊 高级工法 听说是风雪师家开启了某个宝藏 当大公无私的全部封建了出来 交给所有圣兰学院的学生修炼 哪有什么宝藏啊 我只不过帮圣兰学院升级了一下基础修炼工法而已 小子 你是天才般的信任吧 有没有兴趣以后跟着我混啊 你是 连他都不认识 他可是奥云世家的龙羽少爷 如今已经是青铜五星级别 在天才般中排得进前十的超级天才 嗯 青铜五星 还算是比较不错了吧 至于奥云世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七大豪门世家之一吧 隐匆奥云世家 连我都不认识 听到奥云世家 一点都没有畏惧之ipper 反而气势更少 说不定这小子来头更胖 敢问尊姓大名 哼 你没去参加前段时间城主的晚宴吧 有点面生的样子 那天我身体保养没有去 如果他能够参加成竹的晚宴 那身份必然是不简单了 请问你是哪个世家的少爷 想知道吗 那就先告诉我 你现在是给谁打下手 叶红 陈灵剑 还是沈飞 这 这三位可都是学院里的重量级任务啊 打下手谈不上 比起另外两位倒是跟陈灵剑大哥更亲近一些 不错不错 有眼力 下次碰到陈少我会让他多关照你的 这 思来想去公辉之城的各个世家 似乎没有这么一号人物啊 诶 城珠晚宴 认识陈少 难不成 这小子 该不会是耍我吧 老爷少爷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干掉了深渊剧魔的聂黎啊 聂黎 他就是那个手刃深渊剧魔的聂黎 听说此人极奇怪畅 前段时间城主宴会的时候大闹一场 当着神圣世家家主的面让沈飞滚蛋 结果沈飞真乖乖的滚了 哦 幸亏刚才没有发飙 敢在城主宴上叫嚣的 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主 哎 聂黎 我们接下来不会还要在这里上学吧 这样也太无聊了 哎 别说路飘了 就令我也感觉到有些无聊 以我们现在的修为 只是留在学院里听课 总觉得有些浪费时间 如果没有神圣世家的危险 倒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我们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和他们抵抗 留在学院里相对安全一些 哎 我知道该去哪了 在光辉之城 有一座不知用处的古老建筑 但因为是前人所见 各大世家不敢随意使用 只能暂时搁置 那里靠近城主府比较安全 神圣世家就算再嚣张 也不敢在城主府旁造死 我们可以去探索一番 或许会有什么发现 哎 太好了 一定很有意思 其实那里是叶末大人发现的 是一位超级强者留下的遗迹 里面肯定潜藏着很深的秘密 哎 是萧宁儿 这是多么令人向往和倾慕的少女啊 哎 我还在想 她什么时候能找到天才般来 没想到真的来了 哎 我恋爱了 哎 宁儿 你怎么来了 好重的杀气 扫码关注肉红文化公众号 官方微博 海量资讯 独家花絮 大家多多关注哦 好重的杀气